我们都印了,回家就准备钱了,说行了,就是别折腾了,结果给这蹲八天,他都不露面,就证明这个车吧,已经不在他手了,他给抵押出去了,那个贷款方,他不给我们上保险吗,得,那个保险,不是,上保险,然后他用GPS给我们定位了,我们其中有一个车已经在浙江了,我那个车在新民,是在哪儿啊? 这都不在本地了,那你为啥没去那个大的那个二手车市场,那台湾里头那么大的一个那个 你当时不知道啊,你没多打听几家吗? 哎呀,其实吧,要是细打听哪,就放不了这么大的错误了,就是当时就是,就是着急,水上就要加霜,就是给我们弄的吧,已经就是啥呢,就筋疲力尽,就家里的事也管不了,病人也管不了,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对不起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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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 感谢观看